歡迎收看國民大會 我是余美人 大家晚安 新政府上台之後 兩岸關係 真的有點動 所以在今年的11月的APEC會議裡面 宋先生 宋楚瑜先生 可以讓我們稍微解凍一下嗎 這是我們要觀察的一個重點 還有G20的各國高峰會議裡面 各國元首交手的Makeout又是什麼 我們為您來揭秘一下 先介紹今天的特別來賓 首先第一位是天都哥 主持人 美人好 大家好 還有光琴小姐 大家晚安 還有王鳳大哥 各位朋友 大家好 好 在我的左手邊是我們的謝宏大哥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還有佩芬老師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們看一下今天的新聞畫面 2014年宋楚瑜和大陸領導人 習近平會面這一幕讓許多人印象深刻 兩岸關係也不會是一番風順的 宋習當時看起來不算差的關係 也讓總統有了新想法 11月即將在秘魯登場的APEC 領袖會議傳出總統有意要讓宋楚瑜擔任特使 讓宋習展開二度會 因為眼看總統身邊能讓習近平接受的人選並不多 本黨目前是沒有評論 一切以總統府的公佈為原則 宋宣曾經多次表示 對於兩岸和平發展有利的事情 他個人還有我們親民黨都會樂於協助推動 親民黨沒把話說死 總統府雖然沒承認但也沒否認 據了解總統是在8月時私下徵詢宋楚瑜意見 不過宋楚瑜沒立即給回覆 直到近日才答應 只是宋楚瑜意願雖高 民進黨內的獨派人士不一定買帳 不是單方面考慮中國方面能不能接受 也要考慮這位特使能不能傳遞最新的民意 因為兩岸這個溝通僵局一直沒有打開 那我想這個要這個解要解開 應該關鍵還是在這個九二共識這一個題目 另外大陸態度也很重要 因為台灣參加APA零售會議是以地區經濟體名義 也就是要具有經濟背景人士才能擔任代表 雖然媽政府時期擔任代表的連戰 政治位高於經濟位 但那也是由九二共識當基礎 宋楚瑜能否扛起破冰重任 恐怕還得再看陸方臉色 其實聽起來感覺大陸方面派什麼人都不是很滿意 他想要派一個姓九的人叫九二共識 問一下光琦 這事情還沒拍版 如果最後把宋楚瑜換掉 宋楚瑜又被完了一次 其實先前蔡英文總統確實是 三顧茅庐偵詢宋楚瑜先生 是否出任海基會董事長 他之所以拒絕就是說 他的兩岸立場跟蔡英文是南原北側 更不可能符合獨派人士的 這樣的一個需求 結果後來看到田紅帽出現了 雖然我認為獨派人士可能是一場誤會 因為他也不是什麼獨派 他過去還是李登輝時代的國統會委員 但是不管怎麼樣派出一個田紅帽 讓玄圈已久的海基會董事長 這個人士能夠填空 結果眾裡尋他千百度 那個人還是宋楚瑜 最後在這個EPIC 我們講說亞太經和會的 領袖會議裡面 還是找了宋楚瑜擔綱 你知道獨派人士跳腳了 像蔡廷貴教授說 是沒有人了嗎 怎麼來來去去都找宋楚瑜 過去那個EPIC領袖會議 台灣又不是只有獨派 我告訴你 宋楚瑜他也不是獨派 他是統派 他是兩岸投鼠一中的 可是總統怎麼可以只聽一個獨派的聲音 對啊 所以宋楚瑜先生 為什麼兩岸立場跟民進黨這麼不同 還要找他 我覺得想要複製 就是過去蕭萬長的模式 希望藉這個會議能夠不起而遇 是不是可以跟習近平 能夠偶遇或者是私下能夠會談 然後交換一點這個訊息 或者是帶了口譽去 某種程度是要破兵 兩岸的確陷入僵局了 以過去EPIC領袖會議召開 你知道他的含見是到我們總統這邊 所以才有總統的特使 過去你知道嗎 主辦國都要問問看北京政府的意見 所以我們常常很多人被打回票 你說馬英九時代很簡單 他五次派連戰 副總統 過去做過副總統 然後後來派蕭萬長也做過副總統 那為什麼連戰也不是經濟類的人士 他們未接還是副總統 為什麼中共能答應 因為他看主制 看是馬英九 可是同樣是副總統 李源初2001年 陳水扁派他的時候 就被打差 被打回票 那一年全缺 空缺 沒派人 平平是副總統 陳水扁就派李源初不行 然後馬英九時代是可以的 所以我認為 所以重點不是副總統 重點是誰派 對 我認為宋楚瑜先生 是個問號 為什麼 因為還存在有變數 府方遲遲沒有發布這個人選 因為這是瘋傳媒的獨家 某種程度還是看主人 他們中共方面可能會想說 過去你還是當過陳水扁的 所謂的兩岸的特使 什麼特使 我想現在我們很知道 這個扁宋會當初的經過 後來宋楚瑜跟對岸 談成了一個所謂兩岸同屬一中的架構 後來用傳真機傳回來的時候 後陳水扁總統看了 傻眼了 我沒有讓你去談 我們先前還簽訂過 扁宋會10點 怎麼到那邊變得一樣 那中共方面可能會想說 你過去是陳水扁 搞得這個清明黨橘子都綠臉 你現在又跟民進黨 不接受九惡共識的民進黨 又是蔡英文來派你 那在屬性上面可能不像藍軍這樣 所以宋先生現在就是藍軍對他也這個 感冒 那獨派對他那當然就是重感冒 還提到當時候他打壓 我們的方言的這些舊事 還提 好 那我想問一下佩芬老師 宋楚如果是宋先生的話 中共接受度會比較高一點 其實宋楚瑜本人當然雄心勃勃 這是沒錯的 宋楚瑜的能言善道 大概台灣政壇也沒人會否認 他真的是能言善道 特別是他在蔣經國身邊待過10來年 那個經驗是其他人沒有的 所以當中共要談的時候 他認為他有條件 而且特別是習近平在1985年 到廈門當市委書記 他現在做的事很多是學蔣經國 那個清明跟打攤 所以事實上蔣經國身邊 最重要就是宋楚瑜 宋楚瑜還記不記得 2012年總統大選的時候 國內的媒體還有他的代表 在媒體上的表現說 他的民意支持度遠超過馬英九 而且選完以後他就是南軍的盟主 馬英九會被取代 而且他的支持者也說11月就400萬票 12月就當選了 陳雲林當時 他回去報給胡錦濤的消息就是這樣 結果選出來30幾萬票 胡錦濤就問陳雲林 陳雲林躲得不敢見胡錦濤 因為他的消息完全錯誤 事實上宋楚瑜有沒有經歷過 蔣經國走民主的路 有 這是宋楚瑜自己送我的這本雜誌 就是蔣經國的民主之路 他接受採訪 他親身的經歷 所以事實上他有他的條件 但是 那是當年的 對 這個是2012 不是我說那張照片 2010出的 他2014去跟習近平碰面 2012是跟胡錦濤那個時候很接觸 事實上我常常笑就是說 今天的時空就像田紅帽說 1992年江澤民是透過各種管道找他 但是今天的中國 那是田紅帽自己說的 對 但是1993的中國 跟今天2016的中國是兩回事 同樣宋楚瑜今天女 如果要代表蔡英文 在那樣的時空背景下 想要突破 我常常笑說 如果宋楚瑜靠自己的人脈 還有他的影響力 可以讓習近平屈服的話 他們兩個可以得洛貝爾獎 明白 可是其實你說獨派跳腳 也是可以想像 因為他們是獨派 是請全力支持蔡英文 對不對 也認為蔡英文是獨派的一個希望 可是在這個兩岸的部分 如果沒有很充分的立場 堅定的回應 獨派是一定跳腳的 可是問題坐在總統的一個高度 他必須一碗水端平的時候 他到底派哪一張牌才是好牌 問一下憲宏 宋楚瑜是一張好牌嗎 是 是一張好牌 而且應該是 你跟獨派那麼熟 你也跟獨派說說吧 獨派也應該要表示一下動作 有時候小罵是大幫忙 現在獨派很彈性 很靈活 很靈活 知道自己在什麼時候要扮演什麼角色 宋楚瑜如果現在獨派拍拍手說很好 那大概就完了 獨派最好是上街抗議 宋楚瑜成型的機會就大了 這本來就是這樣 這都公開說都沒關係 可是我覺得這一次APEC這個 有幾個條件要先考慮 第一個是如果APEC在中國舉行 我大概這個是很嚴重 這個不好處理 我也很難講說宋楚瑜是不是好牌 可是如果現在是在中南美 這個主場不在中國 所以這個美國主場的地方 還有另外有一些空間 時間未到 所以一定是要找一個跟美國關係 很好的人 我們宋先 宋主席 跟美國關係沒話說 這一點是重要的 所以我覺得它符合第一個條件 第二個條件就是說 宋先當然是主張九二共識 所以這裡頭這個美感很有趣 蔡英文是絕對不會承認九二共識 所以蔡英文總統請宋楚瑜一個 承認九二共識的人去 這個意思是什麼 這個意思是說 九二共識這個事情 在台灣是言論自由 我們會互相尊重 沒有那麼嚴重 那今天這個蔡總統 請一個九二共識的人去 那如果你胡錦濤也 你這個習近平你也否認 那就是九二共識跟我們玩假的 所以這裡頭有 民進黨測試的味道 但是最重要是大家都記得 上次我看我們今天也提到 他去見了習近平 我們應該去看那個時間 他見習近平的原因 太王花學運以後 其實習近平有一點 覺得這個狀況完全是他們意料之外 他需要有人去解釋這個狀況 他原來是請連戰去 結果連戰是因為兒子要選台北市長 不方便 所以就習近平就說那就找宋楚瑜 所以那一次是習近平拜託宋楚瑜去 宋楚瑜也是很厲害 他也做了一個非常大的人情給他 就講那個說他希望習近平 對台灣要有四個體諒 那時候我是反對 我曾經在網路上寫文章說宋楚瑜 台灣人不需要體諒 是習近平需要體諒中國人 不需要體諒台灣人 後來我有一次上節目 跟宋楚瑜碰到面 他就笑嘻嘻跟我講 他有看到文章 他是做人非常圓滑的人 他也善於接納其他 跟他不一樣的意見 這個事情在蔣經過時代 他就做得很好 在當時候只有他願意接近 所有的反對派 所有反對派真的要找事情的話 都還是找宋先生 宋先生的能力就是 專門處理這種宜蘭雜政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 他的角色是適當 當然就是說習近平那一次也因為 因為當時候習近平在處理 徐才厚跟處理周永康 所以他內部不能有事 所以當時候宋先生去幫他做了一個很大的幫忙 所以我的看法 習近平其實欠宋先生一個人情 因為當時候他的確需要台灣有一個像宋先生這種混量的人去跟他講話 我就問一下 就是說蔡英文用了宋楚瑜做這個大使的 就是代表的話 中國是接受的 他到現在為沒有說不要 但是有三線四線低咖 雞咖的人說不可以 那些不重要 重要的是中南海是怎麼看這個事情 他還沒表態 我認為大陸方面 他的一個做法 不管你這個人過去做過什麼突出的事情 他是一個長期觀察 不管是敵 是友 是敵人還是朋友 都是長期觀察 我給大家看這個照片 書不重要 是要看這個照片 這個照片是在1945年10月10號 雙十協定的時候 毛澤東主席跟蔣介石主席 兩個人敬酒 毛澤東說蔣主席萬歲 蔣主席萬歲 第二年就把這個萬歲打到 對 這是1945年10月拍的照片 1945年10月拍的照片 可是1946年就是隔一年 國共內戰 再隔三年 蔣介石被中共列為這個戰犯之首 換句話說 為什麼會有那麼劇烈的變化 所以你的意思是告訴我們 以中國共產黨這樣子的一個邏輯 就是今天可以跟你握手 但是他明天就是翻臉了 也未必是這樣 他是一個長期觀察 我們知道 國民黨為什麼會退到台灣來 一個重要的原因 垮台的重要原因 天鐸大哥應該非常清楚 就是說國民黨內部 尤其是蔣介石的身邊 他的核心 他的機要秘書 有很多是 共產黨的潛伏人員 這個潛伏人員在幹什麼 做記錄 就是長期觀察的紀錄 就是長期觀察的紀錄 蔣介石沒錯 他在過去跟共產黨是尖銳的鬥爭 尖銳的矛盾 但是在1943年 注意 抗戰的時候 蔣介石曾經提出一個方案 就是國共兩黨合併 就是國民黨跟共產黨 我們共同成立一個共同的政黨 叫做中華什麼同盟會 或者中華新同盟會 諸如此類的名字就是國共合在一起 這個時候是國共兩黨關係 最好的時候 可是到了抗戰勝利前夕 他要吃掉共產黨 他要消滅共產黨 這個時候 共產黨潛伏在蔣先生身邊的人 就知道說 好 我確定你是敵人 所以宋先生也好 張先生也好 李先生也好 都不是問題 他對於宋先生 對於張先生 對於李先生 所有的人 都是一個長期的觀察 我補充一下 因為中國共產黨研究 蔡英文不是一天兩天 而且 對吧 按照他們的邏輯 對 他們對每一個 不是一天兩天了 因為我最早在巴黎的時候 人家問我 我那時候還不知道 蔡英文是誰 結果後來一個場合 在碰到他們一個 很重要的學者的時候 她告訴我 蔡英文在英國的 到美國去的這些東西 他們完全都研究了 然後在這一次的上面 你可以看 她很簡單拋出一個題 就像以前講這個兩岸 兩岸要怎麼樣的時候 她追著我們 她一個原則拋出來 學者追著我們那些官員 這些沒有人敢去碰 她這次就拋一個九二公司 她咬定你蔡英文 你怎麼辦 要解 不是她要解 她不急 你解不了是你家的事情 我同意剛才王峰老師所有的分析 她就是在這一點上 你不急的時候 她有什麼好奇的 她讓你去弄 你今天能夠再跳出去 我們還有當年的籌碼嗎 沒有了 那你要怎麼解 看你蔡英文的智慧 你派任何人去都一樣 如果蔡英文沒有跟她講說 在這一點上 你可以怎麼樣的時候 你中間連緩和的機會都沒有 不是 可是台灣是一個民主的社會 真的 她要不要承認 你也要看民意願不願意讓她承認 對不對 她選她的時候 就知道她是不承認九二共識 她才當選的 你覺得她這回怎麼承認 對 沒錯 她又不是說 我是承認九二共識當選的 我是不承認九二共識才當選的 是啊 現在如果明天再投票 我看還是蔡英文當選 那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習近平 請問你怎麼辦 現在問題不是蔡英文 是台灣人民 而且到今天為止 中共一直說她寄希望於台灣人民 台灣人民做選擇 我講得很清楚了 明天再投票還是蔡英文當選 那怎麼辦 所以這個也就是 我認為共產黨基本上 還是有基本的理性 她不會只有這台 她一向都玩多手 兩手是基本的 一手叫做九二共識 另外一手她現在在行程中 那這個就是我們要看的 因為其實這個全世界 也不是由她叫板的 對不對 還有美國在 所以這個中間 你等一下我們會談到一些問題 就可以看到端倪 等一下會談到一些端倪對不對 我們看是什麼 我們先進個廣告帶回來 請到目前為止 好 談到一些端倪 那怎麼會 不要用手機 patchou 標準 標準 其實兩岸的往來 一直有檯面上跟檯面下 這樣子的一個不同的邏輯 檯面下可早了對不對 佩芬姐 其實檯面上檯面下都有 同時在進行 從兩岸時代到現在 從來沒停止過 你知道兩岸70年來 老死不相往來 很多人都希望在兩岸中間 扮演密使 希望湊合 然後歷史留名 你知道很多知名人物 包括過去我想待會 他們三位會講 比較近代的 比如說陳香梅就很希望 然後到近代的 比如說宋楚瑜當然也很希望 可是你記不記得 陳水扁當總統的時候 最明顯三不五時 就會掏出一個小紙條來 說他是福建少安縣 他的祖先是從那個縣來的 他三不五時就會從皮夾掏出紙條來 那個紙條絕對不是他自己去拿的 當然是他中間穿梭的人幫他弄來的 所以穿梭的人就有很多 因為福建很多台商 所以很多台商也幫他做這些事 事實上記不記得那個時候 最明顯的特使就是 舒志成跟鄭淑明 這兩個人為什麼後來被曝光 在立法院裡面被玉木銘拿出來講 其實玉木銘的關係不是一般人 你知道他跟中共的前副總理 黃華是兒女傾家 所以他的資訊非常直接 所以他在立法院丟出來以後 沒有人敢否認 但是舒志成跟鄭淑明 是不是扮演了特使人物 當然有 中間當然還透過所謂藍懷錦老師 但是事實上中間消息串出來 是從那條線串出來的 沒錯 你記不記得1996年 兩岸飛彈危機打得快打起來 但是不要忘掉 李登輝1996年大勝當選以後 江澤民立刻就派賀殿來 來恭喜他當選 然後後來江澤民在他的 極權大會裡面通過以後 李登輝也派賀殿去回賀一下 所以換句話說 那些都是密使在場下面傳說 密使有很多種人 有人是願意曝光 有人是私底下沒有露出來 我見過其中一個密使 就是派賀殿的中間的那個人 就是普通一個看起來像商人 我不知道他是誰 但是我見到他的時候 他講起來 我覺得他就是一個普通商人 是大陸那邊的 但是他到底是誰 我到現在也不知道 明白 問一下王鋒大哥 聽說這個密使最早到 從鄧小平跟蔣經國 都有要促使他們見面過 這個密使非常多 如果從大陸那邊的歷史 你如果去網絡上找或者是找書的話 可以說是死不絕書 這個非常多 但是我覺得真正可靠的 還是這一位李光耀 李光耀他事實上 他在1976年的時候 他就第一次到中國大陸 然後見了毛澤東 毛澤東 第一次他見了毛澤東 然後之後又見了鄧小平 又見了鄧小平 這個是見鄧小平 剛剛圖版上那個也是鄧小平 那我現在要講就是說 他在1980年見 就是李光耀見鄧小平的時候 那鄧小平就跟他聊了很多 國際上的一些問題 最後他跟李光耀說 請你回去 如果路過台北的話 請你特地去幫我跟金國先生問一聲好 他說我們兩個是中山大學 就是莫斯科中山大學的老同學 請你一定要跟他見個面 然後問候他 為什麼不開個同學會呢 是… 非常適合開同學會 然後他還說 你一定要告訴他說 我希望有生之年要跟他見個面 那1980年這個李光耀回新加坡之後 一個月之內 他立刻到台北 跟金國先生見面 那同時跟蔣金國講 這一次我到了北京 那鄧小平千交代萬交代 叫我一定要跟你說一聲問候 那同時他希望有生之年跟你見面 可是這個李光耀這個回憶錄上面 寫得非常清楚 他說李光耀在跟他提這件事情的時候 金國先生低頭不語 就是低頭不說話 只是非常認真的聽著 好 那我要講 就是在這一次的這個會面之後 因為從1979年以後 這個因為美麗島事件 中立事件之後 他非常密集的開這個 秦治首長的會議 就在1980年的一次 秦治首長會議當中 他要在座的所有的秦治首長說 你們說說看 現在鄧小平付出已經兩三年了 你們對於鄧小平的意見跟觀感如何 請你們說說看 結果在場的每一個人都想說 要逢迎一下老闆的意思 都應該說批判一下 每一個人都說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絕對不會成功 大陸絕對會崩潰會垮 好 最後金國先生做總結論的時候 他說我的觀點跟你們幾位的觀點 完全不同 我認為大陸的改革開放會成功 為什麼呢 因為主旗式的人是我的老同學 這個時候他就講他的故事 跟王生 跟卵成章這些秦治首長講 我告訴各位 我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時候 跟鄧小平上下鋪 這麼近 然後我們兩個升旗典禮 早上蘇聯跟我們一樣有升旗典禮 開招會的時候 我們兩個排隊 我們排隔壁 為什麼 我們身高差不多 他比我矮一點 我比他高一點點 鄧小平很調皮 經常拍我屁股 他說鄧小平跟我是拍屁股的朋友 我們兩個無話不說 他年紀比鄧小平年紀還大一點點 兩個人無話不說 我認為就是這個經國先生的口氣 我認為鄧小平會成功 為什麼 因為這個人精明能幹 問一下光琦 就是說蘇智誠跟鄭淑敏是走哪一個路線 其實這個是當時候商業週刊 獨家揭露 而且是有錄音帶的 由南淮景大師的學生公佈的 就是所謂我們在台灣 因為郁慕明委員 他所揭露的兩岸密使的內幕 在這個九次會談的紀錄裡面 這是一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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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被揭露了 終於揭開所謂的蘇智誠跟鄭淑敏 當然其他還有一些雜七雜八的人 像銀眼良等人 他們曾經九次到中國充當密使 極其的保密 最後見到海協會的會長汪道涵 然後也促成了孤王會談 然後也讓對岸的有個許老爹 就是中共元老許明珍來到台灣見了李登輝 可是整個會談是失敗的 因為老李他想南懷錦是站在對岸那邊的 你可能是要鋪設兩岸平台 甚至中間還一度有提到 所謂的一國兩制如何如何 所以這李登輝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然後在這個起始點 就是南懷錦這篇報導我始終留著 因為很傳神 是一通電話南懷錦打給他的學生 蘇智誠神神祕祕的告訴他說 對岸有朋友要來 對岸有朋友要來 你告訴叔叔 還問他一句說 我講的叔叔是誰 你知道嗎 結果蘇智誠說知道知道 其實那個Uncle就是李登輝 在電話裡面不方便講 這是比較就是說 在李登輝執政時期 爆出來的一個 我要講的是一段 國共密使曹巨人的故事 曹巨人何許人言 他是我們講的所謂的國共密使 他也是在中央社任職的戰地記者 跑過多少次的所謂會戰 然後他過去在蔣經國 他應該算是第一代的 1900年生的 過去在蔣經國在江西 他不是弄了一個正氣日報 然後是他主辦的 正氣日報這個故事 又可以牽到說 張孝妍的母親 就是在正氣日報當編輯的時候 蔣經國跟他認識 國共密使之說 什麼時候沸沸揚揚的 在台灣吵起來 是因為中國方面有一位學者 他到韓碧樓紀念館 其實我前幾個禮拜才去過日月潭 那邊有個韓碧樓紀念館 奇怪在那個諸多的兩蔣 他們到韓碧樓休憩的時候 既然裡面有一段史料是提到 1965年就民國54年7月的時候 曾經在韓碧樓召見過這個曹巨人 那就牽出一段就說 為什麼要召驗他 難不成是國共密使到對岸 談了什麼 回來由兩蔣來接見 果然在交相比對之下 在台灣的這一段韓碧館 是否有接見 這個時間點上都不攏 國使館那時候這個 不是國使館 國民黨黨史會的邵明皇主委 還出來講說查過示威日記 就是蔣介石的示威日記 時間都不攏 但是不代表說沒有見 倒是在周恩來的年樸裡面 發現周恩來至少三次以上 會見過他 然後毛澤東也兩次以上 會見過他 簡單來講從1950年代 曹巨人確實是扮演過密使 談到就是說國共要不要三次合作 然後甚至說你們講的 和平解放台灣 實質上的意義有沒有 沒有 蔣介石到時候要做什麼職務 陳陳到時候要做什麼職務 零零種種的 一直到1965年 你知道毛澤東說不用談了 我不會跟政敵 意思就是說沒有渠道了 他是我的敵人 沒有什麼好談的 所以就畫下了一個據點 這一段故事相當的隱晦 但是也揭露以後覺得相當精彩 你揭露以後我覺得相當的恐怖 為什麼 因為當時台灣人民 完全不知道 當然 每一次密使使電都不知道 有可能簽了什麼 或者幹了什麼 其實台灣人民到時候 完全是束手無策 可是李登輝執政的時候 他那時候牽交代萬祖父 要蘇志成千萬不能夠白紙黑字 給我簽任何的名字 當然不行 對 最後卡在這裡 怎麼可以容許你這樣子搞 對不對 就是威權時代是這樣子 我補充一下王峰講的時代 他剛剛講李光耀那一段很精彩 事實上在這中間穿插陳湘梅 之類的 包括把福建交給台灣管 等一下 什麼時候有這條 有 當時候傳的傳話人是陳湘梅 希望就是說可以看到 把福建 整個福建 整個福建交台灣管 因為當時候他認為台灣越行越遠 如果福建交台灣管的話 這個都是可以查到資料 最近中央大陸有一些學者 開始在翻這一部分的歷史 這是他們共產黨自己有的歷史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在那個時代 的確他改革開放以後 他一直希望說要處理兩岸關係 那又是同學 老實說不是只有他們同學 這個國共在之前打仗打的時候 有多少人都是所謂的黃埔的 黃埔幾齊的大家互相之間交叉 很多密函來來去去 什麼杜敬捷播依舊在 相逢一笑民 這種東西都來的 通通有 不過當時候蔣軍國在 不要忘記那個時間點是我們 剛好中美斷交後 你記不記得張憲義 張憲義就在那時候 在中科院裡頭 他們開始發展台灣的核彈 核彈MIT在台灣做核彈 核立委老師最近寫的那本書 揭露得非常清楚 當時候蔣軍國七次去中科院 每一次問他說 現在爆炸威力到哪裡 所以當然他低頭不語 他心裡頭其實是不信任的 所以三部政策 你記不記得在那時候 其實一再被強調 不談判 不接觸 不妥協 這些都有 我就接光琴講 其實我們今天我才有你們 講我才想到還有一個大號 特大號的秘石叫張榮花 張榮花在跟 這也是跟江澤民 江澤民其實對台灣 那個綠色的長榮的那個 是的 他後來就他的事業 都跑到那邊去 然後他就跟江澤民 就非常好的朋友 所以他其實一直在穿梭 江澤民跟李登輝之間 一直到有一次他就表示說 你們兩個應該見面 李登輝是認為這是國家大事 他們兩個見面要翻譯 他是認為是國家大事 可是張榮花換了一個錯誤 他後來說什麼地方見面不方便 不然在我長榮的船上 在海峽中線見面 但是李登輝當時候 感覺到說其實張榮花 是在做生意 他是利用這個兩岸的穿梭 在做他自己的利益 後來好幾岸 我就不指明誰 案子會失敗的原因 就是李登輝發現有一些人 利用兩岸穿梭的時候 做自己的好處 有利益在裡面 李登輝說這是國家的大事 你卻拿去做生意 可是那也就是張榮花 跟李登輝交惡 這個最重要的原因 好 休息一下 待會兒來 台灣曾經發展核武 對啊 所以難怪你知道 我們現在核電廠那個核廢料 分解出來那個布跟那個簽布 一定要交到美國 那個大概可以做50顆 沒有 可是我們不是 所以要趕快處理掉 沒有 我們都要交回美國的 美國現在不收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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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早的時候 那時候中共原子彈引爆 爆了以後怎麼辦 就做布彈 布彈在我高中的時候 就已經做出來了 我家對面就住一個中科院 你說dirty bombs 張彈 一般叫張彈 問你一下 在兩岸密談的過程裡面 國安會的那個 國安局 十八般武藝有沒有通通 演練過一半 基本上 李登輝的接掌政權 1988年金貴先生死了以後 到90年 二月政爭以後 他已經開始掌握了 因為我第一次最體會的就是 APEC 蕭萬長去 蕭萬長去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國安局 還派了人去 提供所有的資料這些 結果 去了以後沒多久傳回來說 我們所有的東西 都要經過一個人 那個人叫做張榮豐 那時候張榮豐以什麼名義去的 中華軍事研究院 可是他為李登輝 在做事情已經很久了 後來在整個一查一看的時候 事實上李登輝從1990年 二月政爭以後 他就讓以蔡英文為首 帶著張榮豐 林碧昭 還有陳文照 他們總共五個人一個小組 林碧昭 他讓蔡英文有一年的時間 到世界各國去 那個錢都是從國安秘賬裡面出的 讓他們研究兩國論 打下了基礎 所以說在92年的那一次以後 當我們發現 角色已經不對了 李登輝已經開始用他自己的時候 那一次我們的人全部撤回來 可是在以後的兩邊 有任何的接觸這些開始的時候 所有的通訊密碼 以及電郵的這些安全問題 都是由國安局在負責 先前去檢查 包括哪個場地是可以用來開會 所以也就是說 李登輝可以直接指揮就對了 對 他在控制住這個區塊 不會脫軌以後 國安局就已經變成 不是他最重要的依賴的對象 所以那會兒 蕭萬長負責笑而已嗎 蕭萬長去的時候 連他的講稿這些 都要張榮峰同意他才能講 那麼這個國際間 元首跟元首之間的過招 還不是個人意志可以決定的 對不對 像這次的G20 OK 歐巴馬 這個沒鋪紅毯有點怪對不對 其實美國是強國也是大國 誰敢給歐巴馬氣壽 你碰到杜特地 菲律賓總統就沒轍了 這個人沒有邊攔的 我們看到這次在G20裡面 歐巴馬遭到什麼待遇 其實美人那邊也有一個 來 我們看一下 這是德國的梅克爾總理 有花 有紅毯 對 然後歐巴馬 他並沒有從梅克爾這個地方下來 那是一個 就是我們講說浮梯 是移動式的浮梯 他歐巴馬是從基附那個地方下來 而且你看 所有的人都是往那邊看 他一個人往這邊走 然後下來以後並沒有紅地毯 你說這不是中國 或者是說杜特地他們 因為這次在中國杭州舉行 中國主辦方他們沒有任何的 所謂的意涵在裡面不相信 他們還有一位官方人員 面對美國的女性幕僚 還咆哮說這是我們的飛機 這是我們的國家 OK 他是用這樣的一個語調 極度不友善 那這邊有一些前情提要 第一個 過去在這個召開會議的前幾天 其實美國針對杜特地的暴行 他從做這個達沃市的市長 開始就開始動私刑了 表面上正義理來說是針對毒銷 可是事實上 還有某些銷銷 甚至流浪漢都被他處決了 直到現在統計大概有兩千多個人 就在他的這個動私刑 或是公開的這樣一個行刑下面 這個死亡 你就算是毒銷 你也某種程度 你不能說我要殺就殺 要宰就宰 所以歐巴馬針對這種事件 他發表過批判 所以杜特地後來也不客氣 他後來面對歐巴馬的時候 在G20在杭州舉行這個會議的時候 就說用菲律賓罵了一句 用英文翻是S開頭的 很粗 結果歐巴馬用一個 什麼樣的一個態度回擊 他說我知道這個杜特地 是活潑風趣的人 即便是這樣 兩個人本來要在菲律賓舉行 另外一場高峰會 就是因為取消 到今天我們錄影的時候還有新聞 這個杜特地說 是我不要跟他會 不是說他有對我影響力 是我要不要跟他會的問題 是我不跟他會 碰到這樣的總統歐巴馬也沒責 不過我跟你講 杜特地是真的是比較特別的 因為過去菲律賓的這個 所謂的掌權的人都是精英 對 而且都是親美 然後跟美國很靠近 就疼美國的對不對 美國就放任你貪污對不對 可是杜特地不一樣 你知道大家在預估 杜特地只要一年之內沒有被暗殺 菲律賓要再崛起 因為他累積的動能也夠了 你知道菲律賓現在那個 警氣是非常一直上來的 所以只要杜特地 一年之內沒有被暗殺 他現在當然很多人要殺他 也不用美國 因為那個獨銷對不對 可是獨銷敢殺他試試看 菲律賓裡面那邊也講 哪一個獨銷殺了他 那個獨銷的家鄉就要被滅村了 因為支持杜特地的人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他一直是 他很厲害 他游走在美國跟中國中間 管你的 你知道你拿我沒責 所以我為了求菲律賓最大的一個利益 他之前講說 美國你們說什麼都算嗎 中國比你們有錢 中國有錢 美國沒錢 後來雖然態度改善了 但是在這個南海跟東海爭議裡 上面 其實菲律賓他是有機可乘的 奢俗兩端 OK 所以這個厲害 我們看一下 這個 這是他們碰面的狀況 你看看這一排排開來的時候 歐巴馬 歐巴馬他是怎麼去看獨特地的 他在顯眼又瞄的 他瞄了以後心想說 你到底是怎麼回事 因為他罵他確實是罵得夠狠 但是這裡面 所以你說歐巴馬 歐巴馬講的 他獨特地講 他講話全部在這裡 可是美容我補充一件 剛才講歐巴馬的事情好了 因為這個事情牽涉到一份專業的問題 就是說歐巴馬下了飛機以後 他為什麼是從後面積附走呢 因為他的密勤局人員在飛機上看到 他紅地毯鋪下來的地方 對面有高樓 而那個高樓上面是窗戶開的 他們沒有辦 他們沒有去做過安檢 沒有做過檢查 所以他說不要走那邊走 寧願從後面走 為了他的安全走這樣 其實老公是鋪好了紅地毯在裡面等 他沒有走才轉過來的 是 OK 好 我們還是回到杜特地的說話邏輯 你看人家真的真的眼說 瞎話的技術到什麼程度 叉叉癢的 我在東邪峰會上咒罵你 我是口出會言 我不是罵你喔 我是說話比較糟糕 我不是賣力喔 我從來沒有這麼說喔 而且他還敢講 歡迎查證 所以如果你查出來 你就是自己對號入座 那我有什麼辦法 OK 然後顯然他是個有趣的傢伙 人家這個高度也很厲害 我這時候還跟你 跟你動怒 我不就是你叉叉癢的嗎 對不對 所以我的人會跟你談 用不到我跟你談 對不對 因為他也卡住他一點什麼 菲律賓 美國非要用他的蘇比克彎 是嘛 所以憲宏 這次是中方給美方下馬威嗎 不過這個東西恩怨難說 因為這個Susan Rice 剛剛那個光琴講就是Susan 就是這個Susan Rice Susan Rice在他出發前一天 8月30號 在白宮接見幾個中方 可以算是頭號戰犯 所有的抗議人士跟維權律師 滕彪 滕彪是在中國一個非常著名的 維權律師 他這兩年他也來過台灣 也去過立法院 跟我很熟的朋友 他專門揭發中國聯合武力 去逮捕律師 尤其去年709那些事情 他到處宣講 告訴大家說請注意中國 習近平其實是一個 踐踏中國人權的人 他一直在做這事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習近平上來以後 拆了2000多家教堂跟十字架 這個部分的資料證據 都是由對法援助協會的 傅希秋牧師 他也進了 他也是Susan Rice的朋友 他也去了 此外還有就是被關在裡面的 郭飛雄的太太張青 河南的在押的牧師 張少傑的女兒張慧欣 所以在歐巴馬要去杭州之前 你在白宮接見我中國的這個 所有的議員士 你不是打中國臉嗎 接受議員是說這一次G20 一定要告訴習近平 你的人權要改善 然後這個中間還有一個 本來是有一個積怨 就3月10號的時候 今年3月10號在聯合國 12個國家以美國為首 譴責中國人權退步 然後連自己中華人民國 法律都不遵守 因為有非常多的律師被抓了以後 已經一年連家屬見不到 律師也見不到 那這些都是中國違背 他對國際的承諾 這些林林總統最主要操作者 其實就是這位女士 就是Susan Rice 所以難怪他到 人家對他會非常的 所以才會那個中方的人 特別對著他罵的原因是 他們知道就是你接見那些人 那中國方面一直認為說 我們抓的那些人都是罪犯 你不要用人權來跟我對話 所以這個東西真的有差距 不過美國我這兩年去美國 大概已經去吃過幾日早餐 跟歐巴馬 那這個每一次去國會拜訪 到國務院拜訪 我都是到宗教自由委員會 去拜訪 那這個美國已經坐不住了 就是說這個基督教 被壓迫成這個樣子 他不能接受 所以這個中間我覺得 中美之間的關係 未來在宗教自由這一塊 其實是一個很難解的問題 那這一次再這樣 我想是 但我想天朵剛剛講那個原因 是安全理由 不過後來他們的確不願意配合 就是說他不願意走那個路以後 也有點緩急的意思 而且那個衝突好像 不是只有在機場衝突 一路衝突到會場 不過結果還是好的 兩個人晚上笑嘻嘻 不過補充10秒鐘 去戰步 剛剛講杜特蒂 罵歐巴馬S開頭那個字 很難聽 我告訴各位 就正如這個 這個憲鴻兄講的人權問題 這個人權問題 美國就是指著 杜特蒂的鼻子罵說 你現在殺毒硝 你用施刑 你根本沒有經過法律的審判 那杜特蒂為什麼會反彈 為什麼會罵歐巴馬S開頭 他說好 你說我不講人權對不對 你美國在1899年 美西戰爭結束的時候 你要來佔領菲律賓的時候 你屠殺了好幾萬菲律賓 菲律賓人請問 美國你講不講人權 所以他才會罵他S開頭 這句話講出來 菲律賓人都為他總統鼓掌 OK 休息一下 1899 國民大會 國民大會 50號的老東家 或者是接待客人的時候 是分369等 什麼人來上什麼茶 等級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就是美港 所以外交交手裡面 也有很多這種小動作 像佩芬姐是有親眼看過的對不對 那是一個什麼案例 其實老共的 剛剛大家講說 肌腹然後是看到對面的那個 沒有安檢 其實你知道在這種外交場 那種小動作 中國人是很會做 共產黨特別會做 我記得1995年 我到北京去開世界婦女大會 那個時候希拉蕾已經是總統夫人 第一夫人 聯合國就請她做大會的主獎人 結果那天正好商務部一個副部長 一個女的就是籌備的人之一 他就跟我說今天希拉蕾要來 我說那你怎麼還坐在這 他說他來他的 我們根本沒人去接他 機場一個中國方的人都沒有去接他 結果他自己 美國那些大使館自己去接他 然後他們包了整個旅館 所以直接接了他到那個旅館去 所以機場根本沒有人去接他 老共對這種東西 因為他這些年 就是說我這邊有一個帖子 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老共很喜歡擺譜 所以歐巴馬 這帖子為什麼鑽那個洞 歐巴馬一下飛機就跟那個習近平說 請你不要誇耀你的實力 中國人很會擺譜 那這個是2007年 那個時候中共還沒有那麼富強 你知道他擺譜到什麼程度 他的那個水晶吊燈 每一個廳 比如說台灣廳什麼廳 他那個吊燈幾乎跟你這個棚一樣大 就吊在上面